我说这个杨枣还有广美 咱们今天这个就聊聊家常 对吧 因为我就觉得这是怎么说 就是我通过我最近经历的一个事情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可以同时存在多种价值观 怎么讲呢 就我刚刚从石家庄赶过来 这是我的这个我也不怕跟大家讲 我的这个老母亲呢重病入院 是吧 现在还没有这个醒过来 还没有醒过来 那么我就自己呢 你知道我就通过这个事 我就觉得就是说 什么价值观呢 就是我承认呢 我真是个凡夫俗子 就是说境界很低啊 就是说我就发现呢 一出了这个事情啊 什么地球啊 联合国啊 什么环保啊 或者说是什么 就说是日本大地震 你死了两万人 死了三万人 在我心里啊 比不上我一个老母亲的生命健康 我就真的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就觉得哎 现在这个有些人他爱聊就爱说公民呢 爱说公民 但是我说这个同志们有分工啊 我呢 我觉得我就专聊相反的一个方向 我就聊这个私人 我就发现呢 就是我首先不是公民 我是首先我是一个私人 其次我才是死人 到死也是个死人啊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现在看不看现在的那种网络小说 我最近因为别人推荐 小孩就是我小朋友推荐 所以我就看了一些 我发现他们的观念开始变化了 就比如说同样是带有一点那个狭义的性质的小说 但以前的狭我们都记得是什么 金庸笔下那种就是为国为民狭者大者 就是我是要代表全民甚至全人类去反抗不公 反抗这个社会的黑暗 或者是反抗侵略这样 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基本上我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狭者吧 他的观念就是你不公黑暗 我知道 但是呢我可以容忍 但是你这个不公不要伤害到我的亲人 不要伤害到我的朋友 如果你伤害到我一定给你干到底 我就现在觉得就是你平常想的那些个事啊 就是平常你甚至顾不上跟老爹老妈这个有什么沟通啊 对吧 但是你真一出这个事 你包括这个伟大光中正确的这个凤凰 这个节目其实也不算什么 当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你还得回来做节目 你给人家签了合约的那个活动 你不能不去 我就特别敬佩你 你刚才讲说你不是公民 你是私人 但是我觉得不是 你就是一凤凰员工 你母亲还在昏迷 然后你竟然还又赶回来 我都 哎呀 你这个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不是 咱们公司也挺干嘛的 就是说这个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但是你说这个 而且这次我觉得是什么呢 撞上好医院了 也不能说撞上 撞上好医院了 就是这个这个医院也不错 这个这个 而且我这次有个感觉啊 就是这个医生啊 医生跟这个病人呢 包括病人家属的谈话 特别重要 而且这个医生的面向啊 也重要 是 因为有个女医生啊 你跟他说话 虽然呢 他在说哈 可是你觉得他在 我觉得他眼睛里啊 有一种就说是 怎么说呢 亲热的 亲热的这么一个 我就觉得这个给这个病人家属 这个心理啊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 虽然他嘴里说的这个病情 可能是挺严重 但是那种就说这个 这个和碍 当然我 我就想这人到了这个时候 还讲什么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胃武不能屈的 你这能治好这病啊 我给你跪一下 都可以 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也想人家 就说作为这个医生 对吧 其实病人都是啊 就是有有有有病 求着人家的时候 你当然是这样了 对 病好了 你走了 你你也没人去想着人家 对不对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 所以我是说 这个有 你发现你的思维也好 有意思吧 你碰到一个好医生 你会觉得说我运气好 你不会认为 它是一个理所应刚的事情 对 你会认为说我运气好 这其实说明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 有行业人士说 现在中国是医患关系 最严酷的国家 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医患关系 最严酷的国家 就是一方面是这个 医院的冷漠 包括什么孕妇 搁在手术台上就走了呀 然后到处死亡啊 三小时没人理他 这种事情出现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什么 医生要 我就觉得真感动 山东有一个医生 就说是给这个病人 收红包 病人家属呢 可能给他几万块钱红包 他就收了 收了之后呢 就动手术 手术完了 手术成功以后啊 他又找到病人家属 就把这个红包啊 退给你们 他说为什么呢 这医生就讲了 你说我就觉得 什么叫一万个温柔啊 这个体贴啊 这个人与人之间 就是说 我呀 如果不收你这个红包 你这个家属心里不安 所以呢 我是不收的 但是我先拿下来 做完手术 我给你们告 你不收 我说这种医生也有啊 你说是不是啊 这里最近有两个新闻 可以就是有两个事 可以聊一聊 就是一个是 有某个地方 说哪个地方 他公布了一个 他在公布一个叫做 医生红黑榜 就好坏榜 就让患者上去填 打分 然后呢 把当地的各医院的医生 都公布出来 就是对他们打分 最后公布出来 但是马上就有人质疑说 这个榜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现在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比如说 我是个患者 我来看病 他有的医生 他实际上 他是喜欢用那种 大量的虎狼之药 比如说抗生素乱用 然后那个 一个感冒给你开四五种药 你可能好得很快 你可能觉得 它是有效的 问题是 他这个后患 你是看不出来的 有的医生 他比较保守用药 问题是医生 那个患者会觉得说 你这样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种打分 他们认为 在目前中国这个医患关系 这种互相猜疑的状况下 它这个起不到好的作用 这个好坏榜的问题 起不到好的作用 那还有个事 什么事呢 这个管委可能不知道 我那可能知道 就以前这个文革时候 有个电影叫春苗 是 你应该知道吧 那个电影呢 就是说当时 是当然是这个 是排头排的一个 大家就是政府 要推的 张春桥亲自批示 拍的一个片子 那么后来呢 被认为是一个毒草 就是认为是这个四人帮 要搅乱文化市场 和这个反共倒算的 一个毒草 那么现在又开始出现争议了 就到底这个片子是一个 有人说它是红色经典 有人说它还是这种 这种文革的一个 有罪的电影 实际上它的内容讲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歌颂 赤脚医生 它在里面把这个教授 把这种大夫 就是这种资深的大夫 骂得很惨 而认为最后解决 贫下中农的这个医疗问题 还得靠赤脚医生 这个 为什么它现在又重新被热潮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 也不太相信这个 也不太相信这个大医院 大医生 觉得你跟我隔得很远 你跟我显得非常冷漠 那么我宁愿相信说 我隔壁的这位赤脚医生 可能他医术不高 但是他至少 肯定对我没有坏心 因为我们是熟人 我们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面 你肯定不会害我 但宁愿相信这样的人 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他 是 当年赤脚医生 不能说完全没有贡献 但是你知道光北 当年我们这个赤脚医生的时候 弄过叫做针刺麻醉 针刺麻醉 我哥拔过那个 对 哥扁条线 哥过那个扁条线 就是说帮你手指 这样扎这个针刺 然后医生拿这个小圈钳子 把你那个扁条线夹出来 拿剪子 咔嚓 我哥那个老朵 那个疼 你知道吗 他我哥前面是一个军人 革命军人非常坚强 这个黄豆大的汉 就下来 这当时就说是我们的这种麻醉 你知道吗 这就像以前说 狼中拔牙 你给我秃便宜 他不就给你拿个大钳子 咔啦咔啦的往外拔 是一样的 虽然赤脚医生 跟江湖郎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 但是为什么 就是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他不愿意相信 这个体质类的这个医疗 他宁愿去觉得说 这种赤脚医生啊什么 他反而更好 但是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说这个 只有相信 是 你真的 你知道吧 这个医生跟你讲话 我现在发现 医生这个讲话 艺术都非常的高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 是因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了 人家跟你讲的话 都非常谨慎 这个可能性是多少 你是保守治疗 还是积极治疗 动手术呢 这个可能性是多少 但是这个主意 让你们家属自己拿 那你自己怎么拿呀 实际上你还是想 听出他的倾向性 可人家怎么跟你说这个 他不敢说的太绝对了 说这个倾向性的 你像我到最后 我听一个医生的那个讲 我就讲 我说 这概率 那医生 对了 跟你们这个有文化的人 谈就是不一样 他说有些人不懂 就是我们跟病人家属 怎么解释 就是说 这么弄 也有这么弄的风险几率 那么弄 也有那么弄的这个 风险几率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你真的就是 我就到就是 我就觉得只有相信医生 我也 我也这么觉得 我又回想到 我父亲在生病 就癌症的那段时间 就是要面临一个 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像我母亲 我母亲对于医生 他就是属于那种 各种的怀疑 各种的不信任 所以呢 他弄得他自己 其实很难受 但因为那时候 我父亲因为癌症的关系 开了一个很大的刀 十几个小时的刀 开完之后 三天并发症 吐血 大量吐血 医生就告诉我 中午十二点告诉我说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如果你父亲继续这样吐血 血压会降到零 必死无疑 我下午三个刀 我推掉 我帮你做这个刀 但是你现在要签 概率有多少 一半一半 也就是说 我可能要面临的是 今天下午 我就会失去我的父亲 我有一半的机会 会失去我的父亲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只能选择信任 你还能做什么 但是就像你讲的 有的时候 我觉得病人 跟医生之间的 医生的愿意跟你沟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眼神 他的一句话 其实是会对于 病人家属起到很安定 很大的安定 安心的作用 但是 很冷漠的医生 我们也是见过的 所以 而且你知道 他有些时候 有些特别具体的细节 你都想不到 你比如说 这个中国人 谁都有点关系 就家里有点什么事 认识这医生 我也不会言 我也沾沾凤凰的光 我也沾凤凰的光 给咱们刘海若治病的 林峰大夫 我也认识 所以人家林峰大夫 也很热心 就是排在手下医生 就说到医院去看一看 提供参考意见 但你不知道吗 就这么一个事情 你知道吧 我们家的亲戚 碰见过一个医院 就包括我这次 我妈碰见 十二庄人民医院 我就发现 这是两种风格 你看那个 你有没有想到 你家属 你从外边 请来一个医生 你到这个医院 我们家亲戚 碰见那个就是 那个主治大夫 就狭隘 就收了你的礼 整天请着吃饭 洗着桑拿 一听说 你要找一大夫 那我在哪 我是主治大夫 你找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 人家这回 人家人民医院 我就发现 我就觉得很钦佩 人家就说 那好 那是一个 我们交流学习的 好机会 我们一定好好接待 是吧 我觉得你说 这个东西 你让家属是什么感觉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反正这个广美 经历过这个事 一听就 眼睛就发酸 我觉得医生 真的是一个 很难为的职业 真的 比起各种职业 我前两天在看一个 类似纪录片 讲一个台湾的 心脏外科医生 他说 我每天都在跟死神搏斗 因为开心的手术 基本上都是为了救命的 那个手术台上的 那个胜算 没有 他根本连没有概率可言了 不是死就是活 所以他工作时间非常长 早上六点半 他就得报到 开会 然后动刀 然后下午要寻病房 寻完病房之后 下了班六点多 他还得再继续接日开会 回到家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他说 我太热爱我的工作了 因为对我来讲 我只要多拯救一个生命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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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光荣榜 所以我就觉得 医生 如果没有对于自己的工作 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忱 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信念 跟热爱的话 这是非人生活 早上六点半 就要到公司报到 那是 然后随时随地 他可能下午一个午休 三十分钟的时间 护士一说 哪个病床的什么什么人 有紧急状况了 他就得蹦 第一分钟就得起来 跟时间赛跑 现在说的医患关系 真的是两边输委屈 你像文涛你这种情况 在你现在心目中 那个主治医生 那就是你心目中的神 那就是天使 对吧 你的一切 你看你这个事情 已经压倒你所有的工作 娱乐这些事 那么所有的你的生活的重心 其实是放在他身上的 他能够 就是说 做到什么程度 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质量 还有很多 包括你们周边亲友的 这种各种各样生活质量 所以这个 确实你要理解 就是说 这个患者在面对这种 你刚才说的冷漠 或者自私 或者这种 逼得不好的医生的时候 那种痛苦和那种伤心 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反过来说 这个 你刚才说的那个 中国很多医生 跟他国外很多同行不一样 他是 有句话 就以前说 鲁迅 是横战的士兵 他为什么要横战 因为他一方面要面对 敌人的炮火 另一方面要面对 自己人的炮火 这个中国的医生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要跟死神做搏斗 你还要跟病人家属做 做这个 不断的在猜疑 和这种较量博弈当中 去完成这个事业 所以说 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两边 温家宝总理不是说 要有尊严的生活吗 我觉得现在患者 跟医生很多 都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因为他这个医患关系 是个非常特殊的关系 就是说 我就觉得这个事 非常要命 因为什么 如果你把他吓着了 那么你想 他可以做到 跟我 如果一个医生 事事想到 就说这事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告我 那你 他可以做的滴水不漏 可是呢 对你的这个家属的病情 到底是不是好呢 对吧 你想有的时候 跟你掏心点的医生 因为家属 没法做选择 对 那家属 掏心点的医生 就是说 你不用听我的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我的直觉 我觉得应该 这样 对 但是呢 你可 就是我那意思 你要说 好 当时你这么说的 那你说 他能负这责任吗 这也是有这个 就很难办 所以说最近北京市 有一个措施 就是以后你去北京市的医院 那个门诊啊什么的 你不能点名了 就那上面不会再显示 医生的名字了 你只能根据说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治医师 有两个副主任医师 你就得选一个 没有 没有名字了 对 怪不得 这次我还觉得 我想谢谢人家那个医生呢 我说你们有没有名片 那么给我两名片 哎呀 我没有名片 所以他现在医生 我就觉得特别谨慎 对 特别谨慎 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 就说你从这个 这家里啊 我就觉得真的是 有一个人倒下了 一切的生活都乱 全部都改变 你比如说 你就说我这 我这些天就是好家伙 就是你比如说 像我还 我爸爸现在就体会到了 就说三个 说现在独生子女可怜呢 说三个儿子 现在就看出来了 我弟弟在医院 24小时 因为你随时需要叫你 但是家里的老人 你也得照顾 你也得有这个人看着他 你跟他在一起 然后你要面临着很复杂的 比如说病情的瞬息万变 你一个完全的医忙 你要听种种的意见 然后你要做选择 我就说 我这几天 你知道这六神五主 到什么一个程度 你知道我带回家 一条内裤 我找了两天 没找着 今天早上找着了 你知道在哪呢 穿着呢 没错 穿着呢 我就 怎么着呢 就我洗了澡 我把那个旧的内裤穿在里边 把那个新的内裤就穿在外边 就脑子完全在想着别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这个 充分的表现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 两层内裤保暖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杨枣对这个侧候过病人吗 不能算太那个什么的 就是说太托人的那种 也算侧候过 但是我知道那个 有的会更糟糕 就是肯定很多人会比我更糟糕 你像你知道就是 这个医院里头半夜里 这种就是在外边看着的 这往往就是家属弄一个床 弄一个这个钢丝床 家床 而且很多你都没法想象 你比如他这个里头 可能病人有很多 你这个他这个整晚上 有些看病人的人 也有些不见得是直系亲属 可能是朋友什么的 你在听着他打扑克 你知道吗 打扑克花拳 还有这种 所以这个 那些是并不太重的吧 也有可能 他人家不是直系的亲属 或者就是比如 有的是三位同事 或者那个朋友 在托人过来照料 那种情况也有 所以这个医院 应该多采访采访 他这很多景况 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因为确实是 因为你 我们一般人 我们去医院 就是那么几次特殊情况 待的时间比较久 但是医生呢 他是 因为我表姐就是医生 他跟我说过 他说你要是去 你从这个早上 八点开始 一直干到晚上 有的时候是八点 或者十点 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的工作 你那个心里 那个疲惫 烦躁什么的 那是非常难受的 前一段有一个新闻 就是汕头有一位护士 他自己发微博 就说这个 意思就是说 某某床的病人 能不能够晚点死 等我这个下了班才死 你别死在我的班上 就说这个 因为明天我要春游 就是这个方法 当时当然 这个出来以后 当然被人骂得要死 好像被开除了 对被开除了 但是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 第一方面 我相信他是新生 他确实是 这个不愿意 那个人死在他的班上 但是这同时 也反映出什么 就是说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他把 实际上把这个病人误化了 他把他只是当成 他一个医疗对象 他医疗是特别 医疗和教育都特别 特别特别特殊的行业 就在于他面对是人 而不是面对的一个误 你说我是一个 加班工人是吧 我希望这个 不要出次品 或者不要出什么事 不要加班 或者你一个白领 你说我今天 这个这单活 干完算了 我就好回家 干什么干什么 这可以 这没问题 但当你面对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这样的心情的话 这个很麻烦 说出来很难让人接受 在处理的时候 也会让人很难接受 是 但是你说这种事 你说他也是人 也是一天八小时 他面对的这个病人 跟他也非亲非故 对 而且都是重复性的 你说 真能要求他见到谁 都跟菩萨一样吗 我之前看了一部 美国的电影 美国的大片 他讲的就是一群医学院的学生 就是教授在教他们的时候 就是要所谓的 这个叫做心理隔离 不可以跟你的病人产生 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而是 你真的是要误化你的病人 你如果不误化病人的话 你日子过不下去 你日子过不下去了 因为你每天见到人 他可能明天就不见了 那忧郁症了 是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就是医疗人员 其实是蛮虚伪的 是吧 就是 不是虚伪 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必要 就是 听起来是很残忍 很残酷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他把所有的病人 都当亲人的话 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这种感受 不能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 病人也受不了 没错 说你就是我手里的一件行货 你这么说 好像也麻烦吧 所以就说 我觉得咱们就好像 这哪儿有点蛮拧 比如说是不是 医生护士可以挣多点钱 但是呢 咱们要专业化 要敬业 对吧 这个 你包括你像香港 这看病挺贵 但它有医疗保险 而但是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就喜欢去香港医院 那没有完整 不享受 那个中文 这个中文